早安我是Shaw,如果你先幾天看過Cycerin的一條影片介紹這對手套的話 建議你們千萬不要因為那個build想著去買 在影片中Cycerin就說這對手套用到totem就可以bypass,即是可以無視了4秒的cudown 又鑑於此GG就已經說這是一個bug,而且將來就會被修正 修正了之後,當你使用那個圖騰的時候,圖騰就會進入冷卻時間,為期4秒 直接使用這個build就已經死了,所以如果你想買那對手套玩這個build就立即打消這個念頭 另外一件事就是這個周末,你只要在雙城裡用任何點數的話,他都會送多一個額外的寶箱給你 這個寶箱可以抽到什麼呢?就可以在這版面看到,連結就在下面留給你們看 這個寶箱就跟平時一樣,你最多只能免費拿一個,即使用再多或者再少點都好,他都只會給你一個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,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,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,甚至乎在game裡加入這個斜global 852korean的這個channel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,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,好,就這樣吧,bye bye